有请主持人方琼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方琼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 快手号 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白燕怡老师 欢迎您 心理专家北辰老师 欢迎您 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璐 欢迎您 好了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故事 吴贵和他的亲人 就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们没有抗争 我挣扎 只是被动而无奈地活着 我从来没有想过 女儿会把我送到养老院里 因为我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不会落到这个没人挂的地步 我能感觉一下子觉得被人赶出家门了 心情非常的孤独 想哭 我想了一下 还是我自己做的不对 伤了人家心 我对不起 请你原谅 母女之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会做出这样极端的举动呢 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 被制欠人 女儿张灯 你好张灯 主持人好 今年多大了呀 今年39岁 很端庄 很温柔的一个女性 谢谢 我们都想象不到 怎么会让妈妈有这样的举动呢 举起铁销缠我头 是因为今年春天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 是我们租的房子 它原来那个院子是用砖铺的 但是很整齐 然后呢 我妈妈就说这个 它滑了 然后她就把这些都拆掉了 她每天在外面去转 捡回来一些破砖烂瓦 但是她认为那个更厚一点 她觉得不滑 但是都很残缺 然后她就把这边置换在上面 但是周围有很多地方就是 因为是残缺的 她也找不到合适的 邻居家有一些贴地砖不用的碎瓷片 小细条 她就觉得那个瓷片是个好东西 她就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我在走的时候 就会不小心踢到这些 但是我都没有说 有一天我儿子在院子里光脚跑 把脚扎流血了 我就说他了 我说你看你弄这些 根本都不好 也不好看 也危险 你看把孩子脚扎了吧 而且当时我妹妹她两岁的女儿也在家 我说你要是把小朋友扎了 扎个三长两短的可咋办呀 然后呢 我就进去在电脑上工作嘛 她就在院子里一直骂 我感觉骂了有将近半个小时 骂了半个小时 对 她会说什么 她会骂什么 她在像破户叫街一样的骂 她骂的一个主题就是 行什么不穿鞋 她就觉得是怪小朋友没穿鞋 然后我就 因为我需要专心的工作 我根本不想理会 但是她影响到我的专心了 我就很气 我就出去把那些碎词票全砸了 但是对她来说是她的心血 是宝贝 她就气得不得了 她就动手打我 她动手打你 对 她动手打你 我想我39岁了 竟然动手打我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就还手了 你还还手了 对 我要还手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 大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就是下意识的 然后我还手了 她就举了一把铁锹 对着我的头 她说把你的头铲掉 然后我赶快跑 我跑出去了 然后她就满街追着我 要打我 然后很多邻居都在那 我一看这个咋办呢 我心里也很绝望 我直接躺地上了 我想就 我眼睛一闭 我想把我铲死算了 然后邻居把她拉开了 但是我心里就是很难过 很伤心 其实听起来吧 我们真是觉得有点难以想象 那这样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 今天的志倩人 母亲 余秀金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余秀金 今年其实二岁了 阿姨好 您请坐 身体怎么样啊 身体还好 很硬朗 是吗 阿姨 怎么会跟女儿发生 那么严重的冲突啊 因为院子里那个砖 冬天它一冻 一消 它会长那些青苔 青苔很厚 我经常在院子里走 会怀倒 有时候我就怀倒了一次 把车也扳伤了 伤好了以后 我就想办法 去来了一些磁砖 没告诉她 也没跟她商量 您摔跤的事 她知道吗 我没跟她说 因为我自己造成的过错 我就自己要承担 不该让她知道 但是说孩子 已经把脚扎了 对吧 闺女抱怨两句 这当妈的肯定心疼 那您这在院子里 再骂半个小时 这事我们有点 不太能理解 为啥呀 她就生气嘛 她就闹矛断嘛 弄起这矛断 说我平时 也做饭不好 把这卫生不干净 你拾起破热 把院子弄满了 那怎么还动手了呢 因为我这脾气暴躁 那些年代 生活又艰难 又没什么吃 没什么穿子 养三个女儿不容易 老头也很懒惰 不爱干活 一些活都压在我身上 所以我脾气非常暴躁 非常的不好 两个月以前 起了矛断 她把我送到养儿院 我不愿意去 因为我想 离开孤兔 都是生人 我也不会说 那个福家的话 知不知道怎么沟通 而且 我知道福家是南方 她靠海 也很潮湿 她吃的都是淡米饭 您是哪儿的人呀 我是陕西人 陕西人吃面 时吃的比较多 是吧 太对了 太对了 这个你们 为什么要把妈妈 送到福建去呀 那个时候 我是在西安 本来是跟他们 一起租房子住呢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跟他们去的时候 跟他们商量 但是他们有同意 就是我妈妈 很喜欢暖和的地方 然后我爸爸 很喜欢大海 你跟他们商量过 是吗 跟他们商量 他们同意的 那阿姨 这不是跟您商量过吗 一开始是愿意的 但是我不知道 这么潮湿 知不知道跟这个 本人不能沟通 是什么味道 老年人嘛 都喜欢 跟老人说说话 您是去了以后 才发现不适应了 对 那个是五月以后 百万送到的 然后我的妹子 是六月就说 我想隔了妹子再走 走的时候下着雨 很着急 我也没跟我们的 老亲戚老朋友 打个招呼啊 你这个等不及吗 为什么五月份 就给他送走了 这说实话真是 就是当时呢 就是如果他们 不赶快走 家里就出人命了 因为既这个 我妈要缠我头之后呢 我爸有一次 他要拿菜板 砸我的头 又发生什么事了 对 这个是不久 然后我在收拾院子 我重新铺院子的时候呢 然后那会我爸呢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就是平常 不遵守交通规则 脾气比我妈还暴躁 然后他一个冬天 出了三次车祸 他喜欢超车嘛 用两轮车 去超别人四轮车 他感觉他有一种 精神胜利 因为出车祸 他的二轮车 被压在交警队了 他就借我三轮车 然后我借给他之后呢 他不把那个车钥匙还给我 我要用 我问他要 他不理我 我嗓子都喊哑了 他无动于衷 我很气 我就踢了院子的那个 有一个不锈钢盆 里面有点水 我就踢了 踢完以后 我看见有几个 那种热转印的碗 家里反正也不用了 我就砸了 还砸了花瓶什么的 你们这一家的 都是火爆脾气 没有办法 因为我被他们压制的 我不反抗的话 我感觉我马上就疯了 不希望我马上去自杀 而是我想办法 生存下来 活下来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朋友来了 在家里吸烟什么的 然后他看到他朋友来 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然后他又开始骂我了 他说你要砸了 你又再重新买 我说我要重新买之后 我就把你住的那个小房子 拿那个挖掘机给搂了 其实我是一个气化 然后他刚好朋友在 他想要彰显自己的面子 他就追着我打 我就躲到厨房里面 他冲进去 就好像要杀人的气势 给我能吓死 然后他举起一个 六斤重的大菜板 是我后来拿秤秤的 然后就往我头上闷 我情急之下 刚好手底下有一把菜刀 我就摸起来 然后他那个朋友给我们拉开了 当时我举着刀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失控了 如果不是他朋友给拉开 就是要么我死 要么他死 我们两个如果有一个人死或都死 我妈他还会跳楼自杀 然后这家里就光剩我娃了 已经说是大家已经到这种状态了 我也想一个办法 所以你就迫不及待地 早早地要把他们都送走 对 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送他们走的那一天的时候 妈妈不太愿意 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那个时候因为 当我想到了 我们可以分开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开心了 因为我觉得 我照顾他们将近二十年 我不买车不买房 然后挣的钱都花给他们 然后带他们去几十个城市旅行 包括他们要家里盖房子 给家里盖了三层楼 我觉得就是 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为自己活过 他们总是责备我 辱骂我 打我 不尊重我 当我想到还有这么一个方案的时候 灵光一闪 发现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生命开始变得轻盈了 他们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心情就好像在空中跳舞一样 特别开心 我的新生命即将开启了 张灯 我问您一个问题 您刚才说 事后你拿秤了一下 那个你爸爸要砸你的那个菜板 对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菜板 它对我的伤害特别大 所以我想 我想用一个具体的数据 来丈量它对我的伤害 如果我说多了还冤枉它 说少了 我自己觉得对我不公平 我不仅用那个精确到刻的秤了 我还用尺子量了它的肠宽高 我觉得这个对我伤害太大了 他们就来要我的命了 我心里无法释怀 所以你想 你实际上用这个数据来去证明 他心里根本就不爱我 对 万一失手死了也就死了 是 那个六斤重的那个大菜板 要砸下去了 我觉得我绝对活不了 明白了 你今年39岁了是吧 对 我们都很好奇 你的这个生长环境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 家里三个女孩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我是老二 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的贫穷 因为我父亲呢 他出过一次车祸之后 就变成残疾人了 有一个腿短了四厘米 然后我妈妈呢 她身体也非常不好 在我童年的回忆里呢 我妈每天呢 就是不停地在抱怨 她抱怨是抱怨我爸好吃懒做 我爸听到之后呢 就用各种东西去打他 用椅子砸 用电视机砸 然后我姐呢 就哭着拦着他们 如年拉架 当着你们孩子的面 他们就会动手 对 这些我们都司空见惯了 阿爷 您跟叔叔 为什么两个人老要打架呀 他就说是 你竟生些女孩子 不给妈整齐 公公婆婆生了五个男孩 下午生了三个女孩 都给她端子绝酸呀 我也听到巨大的压力 小时候家里呢 我记得是住的一间半的土房 然后一下雨 到处就要用十几个盆 到处去接雨 房子的总面积不超过二十平 我们五个人是睡在那个炕上的 然后家里养了猪 那个时候冬天呢 又怕那个猪刚生了 那个小猪 怕他们冻死 一个猪十几个小猪 也排成一排睡在下面 然后家里呢 就是经常没啥吃的 我妈说当时猪肉是七毛钱一斤 但是家里是买不起的 然后我爸我妈呢 就会用老鼠夹 夹一些老鼠 他们是舍不得吃 然后他们就给我们吃 家里那时候也没有菜吃 然后我妈呢 她就会去街上呢 捡一些别人吃剩的西瓜皮 然后拿回来凉拌给我们吃 你们小的时候是在哪儿生活呀 西安的一个县城 县城下面的农村 有一些亲戚 我们穿的衣服 都是别人给的 别人穿下来送给我们的 有时候那些不要的衣服 我也就会嫁回来 给他们洗洗再穿 什么都很缺乏 都是女孩 都没穿过新衣服吗 没穿过漂亮衣服吗 买不起啊 都是男士的嘛 因为没有男孩啊 没办法拿回来 孩子都给他穿了 我记得一个非常记忆 犹新的一个事情是 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三月三会 然后我父母呢 就带我跟我妹去照了一张相 当时呢 后面是有一个飞机的模型 他们就让那个摄影师 给我戴了那个飞行员的帽子 戴的时候他就说 这就代表你是个男孩 拿到这个照片之后 每次看到 还有日常生活中 他们就不断地在告诉我 你就是家里的男孩 时间久了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是男孩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很讨厌女生 我看到女生 看他们穿那些红的粉的紫的 我就觉得非常厌 我觉得很扭扭捏捏的 我也很讨厌女孩 坐的时候这样做 我就觉得像男孩这样走 我就觉得感觉很大气 然后我就这样做 我不会像女孩这样做 我从小学初中都是短发 然后高中呢 我留的板寸 大学呢 剃的光头 然后我头发越短呢 我妈就越高兴 头发越短 你觉得你妈越高兴 阿姨 你看还像男孩吧 您喜欢是吧 我喜欢看着男孩 我非常高兴 我说我们家有了 顶两株 他本来是个女孩啊 您为什么要给他灌输这个思想啊 那股子小那么多 因为农村那个厌里带嘛 就觉得有个男孩 就能把我揭托了嘛 就给他们不断相处了嘛 但他毕竟是个女孩啊 你说的对啊 他就是个女孩啊 您现在觉得我说的对了 您当初肯定不这么想 那不是心里空虚吗 张灯你那个时候 会觉得这种思想 会对你造成一些 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那个时候是 因为我很小 我完全不自知不自觉 当我意识到 我是从小被POA的 就是前一两个月 我才意识到的 当我从小 我就是完全接纳了 这种想法 而且他们从小 不仅告诉我说 你就是家里的男孩 他们还说 养儿防老 以后就是你给我们养老 他们已经在三个孩子中 指定了 而且因为 小时候过得很不容易嘛 我妈每天都在抱怨 然后我就一直在听 这个一面之词 所以我非常心疼她 一直很心疼她 所以妈妈喜欢什么 你就会尽量地去 让她高兴满足她 我会竭尽全力地去做 然后我自己就是 尽量用不在意 我来麻痹自己 实际上是 心里是觉得自卑的 但是我也是从小 就是练就了 不去在意 来麻痹自己的这种功夫 因为如果我在意的话 我都没法活 就家里是完全把我当一个男孩 看到我其实我初三的时候 我跟我妈说 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个背心 因为同学都穿内衣了嘛 所以我想要一个 就是像老头老太 像老太太穿的那种 单层棉布的背心 我觉得这个对她压力是最小的 最好接受的 然后她给我猛地斥责了一大同 她说 你又不是像人家祝您赋予 实际上她意思可能觉得我 没有发育那么好 不需要穿 但是她说了很多话 我感觉她在骂我是一个淫贼 她说你穿给谁看 然后自那个之后 我就再也不敢提 然后我整个初中高中 我都没有穿过内衣 其实这也没什么 但是有一次 我就翻我们的高中的一个毕业合影 就是在那个合影里 因为当时我可能穿了一件 我姐姐给的衣服是比较紧一点的 然后就是有两个那个兔兔 然后我就觉得 就似乎我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依然觉得非常的尴尬 后来上大学的时候 我才有了那一件事 阿姨 她是个女孩子呀 为什么您连这个孩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您都会斥责她 是啊 因为我当时也没穿过 也没有那种发觉 所以我就是 不是 那穿给谁看这画 这是怎么理解呢 怎么理解 没有钱那就不用买了嘛 就不用穿了嘛 我这样 我问一下 那个背心大概多少钱 一两块吧 一两块 你们姐妹三个人都没有穿过吗 妹妹还喜欢 她们我不是很清楚 我姐姐比我大七岁 妹妹比我小三岁 姐姐穿没穿过 你也没有什么印象 是吗 你姐姐那时候不在你们身边吗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 姐姐已经上大学了 就离得很远 姐姐在北京上大学 您给老大买过背心吗 没有 她在大学里有不有 我不知道 像是高中的时候 反正是你妹给她买过 没有 她有也可能是问同学借的 我还想起一件事情 就我上高中的时候呢 别的同学可能用的是卫生巾 但我妈呢 给了一个她曾经用过的那种 月经的那种 戴 我知道 然后呢 我就尝试着用里面 垫一些卫生纸 但是我去厕所的时候 有一次我戒了半个小时 都戒不开 她就 就怎么都戒不开 然后我就觉得 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那那时候姐姐已经上大学了 是吧 对 她上外面上学 回到家以后 她会跟你交流吗 我记得 我姐那个时候 经常会跟我妈 发生很多争吵 我姐呢 主要就是在抱怨说 家里脏乱差 然后在抱怨说 我妈 那种 因为我妈 她就是有肾病嘛 容易咳嗽 一咳嗽又尿裤子 一天呢 又要尿 十几二十遍 然后她也来不及洗 就到处挂 然后我姐姐会抱怨 把这些裤子 挂得到处都是 其实感觉 她们的关系 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妹妹呢 父母呢 很偏袒妹妹 但我后来知道 实际上有一件事情 就是 在我妹妹 小的时候呢 她们 可能受到 我爷爷奶奶的压力 她们想再生一个男孩 然后我妈呢 有一次 她就把我妹妹 扔到湖里了 把你妹妹扔湖里了 对 她要干什么 你问她 阿姨 嗯 你要干什么呀 怎么把孩子扔湖里了 那时候 那时候生活快了 因为这是压力大嘛 独背都说 没有男孩 给他端子接饭嘛 这个老头也说 我坏 我不想给他 生个男孩 没有接巴人嘛 所以啦 就想把这个女孩 不要她了 把这个女孩 叫她自灭自私了吧 有一天 那个天黑了 没人注意的时候 我把她领到湖边 我把她掀下去 那是冬天 也穿着棉袄 我看她在 一扑腾扑腾的呼喊嘛 我的眼泪也就掉出来了 这时候醒不了 我有想办法 去把她救上来 救上来 也不是个办法呀 她虽然没受多大的伤 但是心里也受到了空穴 她就对我 离得很远 她还逼着我 那个时候她多大呀 三岁 三岁 三岁多小 然后家里过了几天 我这不是个办法 我就是不想要你们 我就把她找了个亲戚 比我养活了嘛 后来我十几天 我在家里也睡不着 吃不下饭 这东西自己想 掉下这个肉嘛 我有餐 人家不防备 到那家去 把这孩子又抱回来 所以一直就这么饮着 大笑了 生男孩给念了 您怎么能那么狠心呀 是 我被逼的 老公 公公婆婆 连续都知己为了 看她 还缺德 没有后代 我 没有别人帮助我 娘家离得特别远 那只父母也都不在了 有两个弟弟 一个弟弟是眼斑 一个弟弟离婚了 我姐比我还更难过 要都拖到地了 还要到地了去干活 很困苦 没人帮助 她可能确实在那个时候 她没有办法 但是我觉得 您的做法再怎么样 您那个做法是不对的 所以妹妹 你觉得她还是 比较受宠的 是吗 对 因为一个是因为她老小 一个可能是因为 父母会有愧疚 然后我记得就是 家里有一个东西 她也想要 我也想要 然后呢 我们俩就在争骂 然后我父亲过来 就是当裁判嘛 他给我打一顿 那个东西给我妹 然后把我妹抱着 又抱又亲 就是我 从小就是 活在一个被忽略的 一个状态下 那你现在你的姐姐妹妹 跟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我姐姐妹妹呢 她们离开这个家庭 就会很少回来 我姐姐呢 她当时学习很好 她高考的时候 考了713分 当时是超过 清华大学的分数线的 但因为不敢冒险 报考 然后读了北京化工大学 她毕业以后呢 她当时去深圳工作 当时2000年 她的工资是3000 然后深圳保安区的房价 是一平八百 但是她很挂忌 家里跟猪住在一起 然后呢 姐姐工作前十年 所有挣到的钱 都给家里盖房子 然后供我和我妹妹读书呀 嗯 当时我姐给家里盖房的时候 她的钱不够 她把她周围的同事 全部借便了 觉得姐姐可能就是 被这个家榨干了血 吸干了血 然后她也没有得到尊重 然后她也伤透了心 所以她很少回来 近十年 她就回家过一次 是因为她和她丈夫女儿 就是我姐夫还有侄女 旅行到西安的时候 回了一次家 在我家待了不到两个小时 我们再问问妹妹的情况 妹妹呢 我记得就是 跟我父母也是 经常说不到一块 不是妹妹挺得宠的吗 是挺得宠 但她长大以后呢 也会发生一些冲突 因为父母他们不懂得 怎么尊重人 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 她有一次呢 就是跟父母 就是签了一个 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书 专门写的 是生气写的吗 还是 是生气写的 那后来就是也有往来 但是回家的时候也比较少 我们刚才这个聊了更多的 都是你们三姐妹的事 我也想问问 你妈妈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 是不是你妈妈也挺不容易的 对 我妈妈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她生的都是女儿 没有生出儿子 所以我的爷爷奶奶呢 就是对她也很不满 然后也会说她 说她缺德给家里断子绝孙 然后呢 我爸爸呢 就是她非常不会尊重人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大概四五岁 然后我妈在那边干活 我爸他就会教我 他说 他教我叫我妈妈 他说你叫她狗东西 笑嘻嘻地跟我说 你爸爸教你 叫你妈妈狗东西 对 对 然后我又觉得也很不妥 而且我妈吃饭的话 她常年吃饭 是做一个八厘米高的小凳子 在那个烧柴的那个地方吃的 从来不上桌 然后我爸呢 就是常年就会打她 家暴她 然后我妈呢 也跳过湖 她真的跳过 跳了以后 被村民救起来了 阿姨 你那时候那么难 你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家吗 我想过多次啊 但是你见到这个门 你跳出去不容易啊 失了几会儿也走不了啊 这个老头 他就想见了暴力要打你 要兜着你去 你走不出这个巷子去 走出巷子就把你打死 你在这眼里下 还有这三个孩子 我已经生下了 我也舍不得啊 就怕着他们 所以平命地干活 平命地干活 叫他们能有出头之日啊 她自己小学一年级 然后供我们三个都读了大学 我姐姐是北京化工大学 我自己读的是北京服装学院 然后我妹妹是西安外国语大学 那你们三姐妹在上大学之前 这个学费是哪来的 因为你刚才说一块钱的那一钱都拿不出来 但是却让你们三个姐妹都读了书 读了大学 这个学费 您说这个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呢 就是家里比较穷 我会带一些干粮到学校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妈给我准备的那个干粮的那个袋子 一个塑料袋 上面写了有一些字 其中就是卖鞋两个字 就是令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就是有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有发生过 是谁卖鞋啊 当时我觉得是我妈 但是具体的详情我不是很清楚 一部分我是问我亲朋好友借的 在不够的时候 我说不能老问别人要 别人也很加拿 你没办法 不是还能卖点鞋吗 卖点鞋呢 多少是个钱多 但即使那么苦 您也不愿意让孩子不去上学 对呀 我看着 我大白的孩子 就是我丈夫的哥哥 弟弟 回复高考那年 他们都考了大学 他们生活的条件比我们有越 那时他就住两百多平方的房子 高级房子 我也去过他们家几次 我心很羡慕啊 您身边有这样的例子 您知道只有读书能够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 只有这出路 所以腰间牙肝 不吃 不穿 也能叫孩子上级前学 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跟他说了 你们只有一次成功 没有呼吸的机会 别人都呼吸都冲突 这三个孩子都是迎接生 而且成绩也还好 这也就把我的心怀 能释放一些了 能看到点光明了 嗯 在那贫苦落后的农村 我才能抬起头来 我觉得骄傲 也觉得自豪 他们也还为我做些事情 回来就给我买 买些新衣裳 买些好吃的 说实话 我跟阿姨聊这么半天 我真是觉得您特别不容易 我现在想起来 我们开头小片当中 您拿着一本书在那看 我以为是摆拍 余华都活着 您是真看的是吗 看了好几遍了 看了好几遍了 因为看看就受点启发嘛 看看就受点启发 您看这个书 受到什么启发了 我看的是一本那个 在上头写着 一会儿写着 夕阳下 天羹上 老牛累得垂下了头 富贵 平淡地讲述着他 多灾多难的大半生 多少年过去了 一言不变的是脚下的泥土 唯有没有离去的是他 多少的痛苦 叫风 垂散而去 但是生命的脆弱 比我还强 原来为着活着 就是活着 您会觉得这个故事写的就是您吗 那富贵 他受了很多的打击 很多的伤害 这就是老娘人的过程 老了没用了 还孤独了 所以跟个老牛做伯 我妈妈她挺了不起的 她没有上过什么学 她就在学校读了一两年 还是在窗户外面偷听的 然后她本来是不认识什么字的 然后她就不断地在自学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 她有一些字不会 她就来问我 这个字怎么念 什么字怎么写 然后她自己在大街上也去看 然后也不认识的 她就去问别人 她不断地学 因为她本来是没有办法读写的 她现在可以读 可以写 我觉得妈妈身上有一种 很顽强的精神 妈妈因为有过 她自己非常痛苦的生活经历 她希望你们有改变 是的 那今天您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 跟孩子道歉呢 我老早没有法识过 自从这个女儿把我送到了养老院 因为我这个脾气不好 我在养老院里跟别人冲突过 我才有法识 我是个农村人 也爱劳动 我也想种些红鱼给养老院里人吃 但是呢 我没有红鱼苗呀 那我说 这可怎么办呢 就在那个 她本地有一个老太太 她也给养老院种那个菜 我看着那个模样 形象都差不多 所以 那天我跟她说话也够不通 第二天我想种地去 她可没在家 我就心急了 拿起甲子来在她这上头 搅了一些苗苗 有200来个苗吧 我就种到地里了 就种完那一天 过了两个种头 她回来了 她到地里一看 然后她就找了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 给我说 她说 你这个老太太 你 脚严的红鱼苗 你也不敢打个招呼 我说 我跟她说的 她听不懂 她当时可不那个 说 这不是解红树的苗 这是咱们吃菜的苗 我说 那我 我挤压中了 我可怎么办呢 没办法 我说 我可以给她一点钱吧 她说 可以 您受到什么启发了 所以你要必须想跟人打招呼 男人的东西必须听过人家的同意 因为我不会表达 不会沟通 有时候想说坏 是不是那个坏 能说到什么地方 能说到 说还好 不知道有什么预言来表达 所以造成了这些矛盾 给谁倾诉呢 我就黑夜 哭得把那个 镇头地都哭湿了 早前起来 牙筋都是种的 这样的 我说你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 也很没睡好觉 就是把苦藏在心里 不叫人 知道叫人 知道人也会跟着你受苦难 我觉得余阿姨是真诚的 她这么大年纪 七十多了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毫无遮拦地 把自己的过错展现出来 她拿出了最大的勇气 来面对孩子 面对大家 所以谢谢阿姨 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听完今天的故事 三位嘉宾老师 有什么样的感受 白老师 余阿姨好 主持人好 张德你好 能师好 想去称呼一下余阿姨 我觉得 她应该被格外地尊重 因为她在她的苦难里 不仅活下来了 而且还让三个女儿活下来了 而且还让三个女儿登上了另外一个台阶 虽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她也充满了各种的错误 我相信一定是给你们三姐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说句不好听 她们一定会让你们三个姐妹心灵上出现重大的扭曲和一些缺失 那我们还能要求一个72岁会被余华的活着的老太太能做更多一点什么其他的吗 不能张德就只能你来 是的 你妈妈托举你们 把你们托举到了一个知识的一个平台上 你们怎么运用这个平台 那是你们的命运 人各自有自己需要去修炼的东西吧 我只能够在此希望妈妈在她晚年的生活当中 不要太长久的漂泊在她乡 然后我也特别的祝福张登 能够尽早的更好的去冲破你内心痛苦的那个屏障 找到你内心真正的力量 真正的爱 真正的自己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书记妈妈好 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于秀华那个名字 如果妈妈读过书有些文化 我想很可能成为苦难当中走出来的诗人 看到这样的一个老人在封建的礼教和旧的世俗 传统的错误观念的影响或者说苛责下 它形成的愚昧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它人性当中很闪光的部分 它的伟大同样也是令人震撼的 你们的故事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一份人性的真实 和母爱的那种忏悔 你的名字也特别有趣 张灯我们都想到后面是结彩对吧 我特别希望也祝福也相信 你后面的人生会喜气盈盈张灯结彩 同时再去完善一下自己的人格 再去疗愈一下自己的创伤 再去和自己父母或者内代 因为贫穷和愚昧带来的过失 去做一个和解 可能你的成长会更快速 甚至你可能会影响和支持到你的姐姐和妹妹 疗愈他们的伤痛 好 祝福你们 太好了 谢谢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我相信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 也是怀着巨大的勇气 在面对曾经那么重的伤痛 对于母亲 对于整个故事 有恨 包括我在内 一个旁听者而已 恨于妈妈妈不是 恨那个愚昧的那些观念 然后也很佩服 也很庆幸 很庆幸你们如此挣扎地在自救 包括今天的到来 仍然在自救 很感谢你们的到来 你们再次地拿出自己的勇气 来面对过往的那些伤痛 所以希望你们的故事 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力量 谢谢你们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 今天的故事 足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思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 谢谢你来了 妈妈 这个是红烟 我们租的房子的院子 就在这里 我们发生了争吵 您要用铁锹铲掉我的头 我当时感觉非常的寒心 张灯 对不起 因为我不会说话 不会沟通 伤了你的心 其实我是非常爱你的 非常喜欢你们 你们三个都是我的荣耀 我很自豪 我说了错的话 请你不要计较 我是查掉您的头 是说着玩的 对不起女儿 请你原谅 慢慢错了 妈妈 我之前呢 没有从你的 从小的生长 的这个角度去 看待你的人生 可能我觉得 我受到了一些 非常不尊重的对待 但是今天 梳理了一下你的人生 我感觉你 活得非常不容易 如果我是你 没有办法 像你做得这么顽强 你用自己的生命 和所有的心血 把我们三个托举 让我们走出了农村 拥有了自己的世界 非常的感恩你妈妈 如果您在福建 住得不习惯的话 欢迎您随时回来 好的 女儿你不用担心 我会顺应各地的生活 我需要你们 你不用给我什么报答 我不需要报答 只要身体健康 我还能生活自理 不要你们 都是我的职业和义务 希望你们为社会 做更多的贡献 这是我的歇样 妈妈全是祖宙 阿姨 小小的身躯 巨大的坚强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分享你们的故事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你们全家都能够好好的 好了 谢谢你们来了 周阿姨身体健康 好 感谢周春明 感谢大家 谢谢您 其实我是非常爱你的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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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